花蓮连续四天出现强降雨 让大量的土石被冲入溪流 在灾水各水源区域的取水口 不是因堵塞就是浑浊度过高 花蓮县灾水公司为维护民众的用水安全 从13号晚间开始 针对花蓮市以及吉安乡部分地区 实施减压供水 而秀林乡富士村等地则是停止供水 受影响的居民大约有6000户 受到原规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花蓮地区已经连续四天出现强降雨 这也让大量土石被冲入溪流 在自来水各个水源区域的取水口 不是因此堵塞就是浑浊度太高 但是目前山上落下的水量还是太多 大大影响工程人员的抢修进度 为了维护民众的用水安全 花蓮县自来水公司从13号晚间开始 针对花蓮市美轮地区和吉安乡泰昌 庆丰等地实施减压供水 而秀林乡富士村则是停止供应用水 停水的话变成我们煮饭就比较不方便 上厕所也不方便啊 对啊还有一些要用到水的啊 你要干嘛干嘛都洗碗要干嘛 都没有办法 这边河水湍急 那浊度标高到600多度以上 那造成了我们现在负荷 超负荷的状况 大概影响的用户大概有6000户左右 但是经过我们的抢修以后 现在沿水浊度也比较降低了 我们再从昨天晚上凌晨12点开始 慢慢的调节回来 让这个浸水能够更稳定 趁着雨势稍微趋缓 浸水厂也加紧赶工 而当地居民只希望能早日放清 尽快恢复正常供水 记者许立琴 吉安湘报导